《周楚楚三害》 阮晶天主演的电影《周楚楚三害》 于本月一日在中国上映后 短短三天的票房突破了台币3.9亿元 在Netflix上线后 也冲上台湾当日冠军 没想到不少网友看完电影后 却将阮晶天和明道搞混 分分夸赞明道演气好 迎来他本人无奈发声 明道在微博发文标记阮晶天表示 小天怎么办 一直有人夸奖我 《周楚楚三害》演得真好 你有办法帮忙解释一下吗 他还拍影片表示 每次看到类似的留言都感到很尴尬 不知道该如何说明 那部电影不是他演的 只能向阮晶天求救 小天 他们最近都在跟我说 我演的《周楚楚三害》很好看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 那个是你演的不是我演的 事实上阮晶天和明道 几乎在同时出道 且都以霸道总裁的角色走红 因此不少观众都分不清楚他们了 演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